荷花都没了 这地怎么还那么香呢 真是个蚂地儿啊 这香味还挺浓 嗨 厕所 大家好 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 下次旅行不迷路 这个地儿是天津东立公园 虽然这只是一个家门口的 普通的小公园 但是这个地儿有青山有绿水 咱们一会儿就好好的一块 逛一逛这儿 大伙看这小坡没有 这个小坡上面有草有树 一片清脆 这个就叫青山 看荷汤这个水都发绿了 这个就叫绿水 这个就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啊 那幅什么祥 这是树里长蘑菇了吗 天津东立公园有36年的历史 这个公园始建于1986年 比我岁数还大 那个时候公园的面积只有50亩 当时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无缘得见 这就是历史啊 一旦你把它翻页过去之后 我们最多只能看到点影像资料 但再也不可能看到它的原貌了 2004年东立公园被全方位翻修 而且增加了很多新元素 它的面积也比之前有所增加了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东立公园 就是它现在的样子 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这个东立公园呢 有青山 有绿水 有河塘 如果我们在某个下午造访东立公园的话 就很容易联想到李白的那两句诗 无歌楚舞欢未必 青山欲闲半边日 不过在这里 不要说无歌楚舞 就是连广场舞都没有 公园不鼓励这种形式的娱乐 所以我们看到最多的 就是围着公园外道 跑圈或者走圈的老头老太太 从正午一直走到半边日落 只剩残阳一抹 荷塘的面积非常大 如果是夏天来到这里 应该能看到不少的荷花 可惜现在是深秋了 只能看到残存的荷叶 还有一些干枯的脸蓬 这些残荷是秋天的专属福利 正所谓 秋阴不散 双飞晚 留得枯河 听雨声 可惜在深秋时节 不知会不会有人 愿意来到园中 来聆听雨打荷叶的声音 怕是一不留神 就听成了绅士浮沉 雨打平 越听就越是悲凉 如果想要在这听雨的话 大约只有一个地方可坐 那就是河塘边的红色亭子 如果在这里走的一圈 感觉有些累了 那就也可以来到这坐坐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又能遮阳 又能听雨 又能歇脚的地方 只有这么一个小亭子 而其他能坐的地方 有的太晒了 有的太凉了 和这个小亭子没法比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坐太久 能给大家共享的亭子 才算是一个好的亭子 四季变幻轮转 东立公园的景色 也会随之变幻 春天有桃红柳绿 夏天有荷花盛开 秋天有秋高气爽 冬天有大雪纷飞 在命运的捉弄之下 我们错过了好几轮的春夏秋冬 所以会对未来的季节 倍加珍惜 每当叶子多落下一片 这一年的生机 就减少了一分 但东立公园永远不缺新的生机 据说每年的七月初期 这里还会有雀桥会 那是单身男女的专属福利 而且每年都会有新人成功牵手 从而开启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说来人生一世 短短百年 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体验而已 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 但随时可以通过更多的尝试和体验 来增加生命的厚度 多吃多尝 多见多看 多去结交好朋友 才不枉了这短暂的凡间一生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独城 一起旅行